哈喽姐妹们 如你们所见啊 现在的环境呢 就不是我自己家 因为我这几天呢 在我朋友家里 我是想换一个环境 可以工作拍摄 然后我就离记动 想到了一个主题 就是我随身会带的一些护肤品 分享 因为你们知道 就是外出会带的护肤品 一定是那种 精挑细选过后 就是你用起来最安心 最有效果 他们个个对我来说 都是那种离不开的程度 OK 那就让我们直接开始吧 那首先呢 就是这个 The Ordinary的一个 咖啡因眼部精华 因为我只要出门在外 其实是非常容易失眠的 那一失眠呢 整个眼睛又会非常肿 而且会有很严重的黑眼圈 后来呢 我就用它点在眼睛 就是最肿的这个地方 会抛抛的这里 来回这样点压的按摩 它会有一点点发热的感觉 大概过了10分钟左右 眼睛又差不多恢复 我正常的双眼皮宽度了 感觉它比我喝黑咖啡 消肿的作用还要快 反正这瓶眼睛的话 真的是我现在不管去哪里 都会带着的一个 居家必备之良品 第二个是一个洗面奶 我其实不管去哪里 也会带着的一支 就是这个香脉鹅的 这个山茶花洗面奶 也是快被我用完了 这个洗面奶在网上 我感觉也是褒贬不一 很多人觉得它布置那个架 或者是洗完脸会干什么的 但是我作为混油皮来说呢 我真的还蛮喜欢 它洗完以后脸的那个肤感 它的清洁力 首先我觉得是很OK的 并且脸上不会有那种 很拔干的感觉 因为它洗完以后脸上 就感觉很洁净 并且还有一点嫩嫩的感觉 至于说它性价比高不高这块 反正我觉得它这一支容量很大 因为我这个买了也很久 就是用到现在才快要用完 就很耐用很耐用的一支 虽然它是一个造结洗面奶 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有很刺激 因为这段时间 我基本上都在用这个洗面奶 但是我皮肤状况呢 还是蛮稳定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油皮混油皮 想体验一次大牌洗面奶 还不错的使用氛围的话 它还是可以试一下的 接下来这个产品呢 可能就没有什么新意了 但它永远是我的一个新头号 就是这个兰蔻的小黑瓶精华 其实我用很多精华 都有一种吸收不进去 或者吸收很慢的那种感觉吧 但是用它的话就完全不会 你早上用过它之后 再用乳液变霜之后再上妆 整个妆效就会很服贴 因为你的脸会变得很平滑 晚上洗好妆用它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一整天皮肤就带妆那种疲劳 感觉会被抚慰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 尤其是之前我皮肤长了很多 一片的那种角的凸起 用它的时候真的有感觉 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 所以这个精华我真是到哪都会带着的那种 接下来就是这个植村秀的唇膏 它也是快被我用完了 那作为一个唇纹大户 嘴巴长年很干的一个人来说 当然就是马上下单 就很多这种类型的唇膏 它挤出来就是会很油腻 会很黏嘴的那种 但它就是完全没有 它会让你体会到一种 很清爽的滋润的感觉 尤其是你在化妆之前涂上它 等你最后涂口红的时候 嘴巴整个好像真的很饱满 并且唇纹也有一定的改善 所以如果你也是一个唇纹很多 并且嘴巴很容易干的姐妹啊 强烈的推荐你去试一下这个 我是准备打算回购它了 最后一个呢是一个卸妆的产品 就是这个 失岁纳的一个卸妆膏 我这两年其实特别喜欢用卸妆膏 因为我觉得它比卸妆油更清爽 其实卸彩妆的能力也很强 这款卸妆膏呢 它就是眼唇 包括浓妆淡妆 全部就一贯就可以搞定 带出门就非常方便 而且它是那种鸡血草的味道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清新的草味 它这个味道包括使用的体验感 抽懒了甚至你不用洗面奶 用水多冲几遍也是可以冲干净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卸妆膏 是特别适合我们这种 每天都要化妆的懒人去使用的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会带出门的一个产品 好了以上这些呢 就是我平时出门旅游什么 就会带的一些护肤品 让我觉得特别安心那种存在吧 小槽眼血们 如果你们也是一个易水肿 然后需要长期化妆 很容易长痘痘的混油皮啊什么的 纯纹很多的类型的话 真的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这些爱妃们 好了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